已经好久好久好久没有看到有这么多热情的台湾派 我们勇敢地站出来 但是今天我们站出来除了展现我们自己的热情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们距离投票还剩下不到两个礼拜 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呢 我们要把手上的这几张票 要为台湾的未来跟台湾的这个主权做出最正确的一个选择 哇我知道我们现场的这个所有的朋友都很嗨 好我先自我介绍 我是林日慧 大家好 我今天下午才在三里上完节目 就马上赶来这个现场 我先跟各位讲 昨天呢不晓得所有的朋友有没有看这场证监发表会 第三场的证监发表会 有没有 有 我们总统的表现是不是让大家觉得 这透明的这赞 是不是 是 但是呢明天还有更重要的一场辩论会 也会在下午举行 在这场辩论会当中 我相信蔡英文总统会把她的治国理念 跟她过去四年来为台湾所做的非常非常多的政绩 来跟大家来一一做报告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 因为今天是28号嘛 对不对 今天是28号对不对 那蔡英文总统是不是说 有关台湾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律 叫反渗透法 反渗透法 有没有听 有没有听过 好 反渗透法呢 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些的立委 这一届的立委 在30号以前 31号以前来通过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我简单跟大家来讲几个 什么叫做反渗透法 我过去在广电基金 我们对于台湾的媒体 我简单讲 我们对于台湾的媒体 有非常非常多的不放心 因为我们现在的媒体 很多的媒体 它的背后老板 其实是来自于外国 甚至于来自于中国 所以媒体所讲的话 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 在观看台湾这个社会 我们的观感是如何 所以呢 反渗透法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希望说能够杜绝的 就是媒体背后的老板 到底是谁出资的 媒体背后的金主到底是谁 能够透过这一步的法律 来跟大家讲清楚 这样子 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寒天台 我们就不会有什么统媒 这对台湾重不重要 重不重要 我们有多少人天天打开电视 他以为台湾跟中国 真的是统一国 这个可不可怕 对于台湾的未来 反渗透法最重要的 我们希望解决的 就是谁到底在背后出资 要来影响我们的选举 这是最重要 过去呢 我们台湾的宪法里面 因为没有好好的规定 两岸的关系 我们认为说 这个我们叫中国 我们过去都叫大陆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的间谍啦 或者有很多的军人 泄露军机 我们都拿它没办法 都得轻轻的带过 我们现在希望说 透过有这样子的一部法律 对台湾的未来 只要有人危害到台湾的未来 我们有更清楚的保护 更完整的保护 所以这是反渗透法 我们在这一次 希望说在年底 能够在这个会期里面 立法委员赶快把它通过 因为如果不通过的话 下一个会期 万一立法院里面 多了吴思怀啦 多了叶玉兰啦 甚至于多了邱毅以后 他们会通过这反渗透法吗 不会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么重要 当然 讲到吴思怀 就讲到我们今天 我们大家 站出来的最主要原因 看到了民进党 在这一次的立委选举当中 我们推出了非常多优秀的立委候选人 更多更多的是 这些优秀的立委候选人当中 他们学有专精 而且非常年轻 在座 我们这个选区 最重要的为大家 所准备的这位立委候选人 吴依农 他就是在这一次立委的所有候选人当中 拔得头筹 所以这么好的一个人选 我们来在这个中山跟北松山 这一区呢 希望能够得到 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 从他一开始参选 在媒体上面出提示声 我们今天看到有这么多的好朋友站出来 就知道民进党推出吴依农 绝对是一个最正确的选择 而你们能够把选票投给吴依农 绝对是对台湾未来最好的一个保证 对不对 这一次的选举总共有三张选票 三张选票大家知道吧 第一张选票总统票 总统票大家要投给谁 蔡英文 好蔡英文是几号 对对对 好第二张选票是区域立委的选票 区域立委我们这区要投给谁 吴依农 当然是吴依农啦 吴依农是几号 对哈 所以第一张总统票是三号 区域立委票是二号 吴依农 还有一张更重要的 我们要让民进党在立法院里面的不分区 要更多 才能够让吴依农 这么优秀的立法委员 在立法院里面有更好的后盾 所以民主进步党 政党票一定要投给民主进步党 民主进步党是几号 14号 我怎么听到这里有你乱说的 拜托 14号 14号是民主进步党 好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 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给大家的拜托 今天呢我们距离 最后的投票 今天是礼拜六 哇 我们在两个礼拜 马上我们就要这个去投票了 所以呢 这最后的这14天13天的时间 要拜托所有的好朋友 不是今天来到现场啊 听我淋浴会 或听等一下的讲者 这样子讲就算了 要拜托所有的好朋友 今天 如果你听到哪一些非常重要的点 比如说 我们为什么要下架吴思怀 为什么我们要票投给吴依农 那这些的重点呢 要拜托所有的好朋友 回去 还剩十几天 十三天 十四天 拜托大家一定要去Q票 一定要去拉票 因为只有我们把我们的热情 只有我们把我们的勇气 转换成拉票的动力 这样子才能够确保 我们在这一场的选举当中 能够得到胜利 这样子才能够确保台湾 在未来2020年以后 我们大家能够永世太平 有没有信心 有 有信心 我现在就要来邀请大家了 这一次呢 蔡英文的口号叫做 2020 台湾要赢 好 我喊2020 我们大家先喊台湾要赢 好不好 好 大声一点 好不好 好 大家都有吃晚饭 有 好 大声一点 2020 台湾要赢 2020 2020 台湾要赢 2020 台湾要赢 好 那我们台湾要赢 更重要的是我们农会要大赢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换我喊台湾要赢 大家要喊农会大赢 好不好 好 台湾要赢 農会大赢 台湾要赢 農会大赢 好 我这边看到那个嘴巴没有张开的 你一定是不想把票投给吴一龙 这样不行 来再大声一点 台湾要赢 農会大赢 台湾要赢 農会大赢 好 最重要的 我们要2020 台湾要赢 要台湾要赢 農会大赢 更重要的是 我们想要保护的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想要保护的是我们台湾 我们现在要靠一个政党 民进党 我们帮民进党加油好不好 好 民进党 加油 民进党 加油 民进党 加油 台湾 加油 台湾 加油 台湾 加油 好 这样子天气凉凉的 大家这样身上 有没有运动 有没有暖和起来了 有 好 暖和起来了 我们马上为大家 来介绍 第一位的讲者 也是非常非常优秀 也非常年轻 他目前是台北市议员 我们看到 林 对 林亮君议员 来到我们现场 定位 噢 反复